后龙台六线以步轿车 时空往前撞击路边花圃 瞬间弹飞连翻两圈 最终四轮朝天吩咐 24岁男驾驶一度受困 被附近民众拉开车门 合力救出 放几天那车子就定到这边来了 苗栗恐怖翻车 台中则有惊悚撞击 新画面曝光 十字路口汽机车相撞 黑衣骑士当场撞飞腾空 重砸在一部资源回收车 挡风玻璃上 雨刷撞断玻璃爆裂 惊悚万分 车祸发生在台中北吞 昌平东六路与昌平五街 五号之路口 23岁骑士是外送员 他和白色轿车驾驶 疑似都没有减速离让 导致意外 骑士伤势严重 送一不至 彰化有可怕车祸 女骑士同样经过五号之路口 他停下查看左右来车 没想到后方一部轿车 没刹车朝他追尾撞击 女骑士当场后翻滚地 没有保持安全区都没有人受伤 国道三号台中乌丰路段 则有火烧车意外 一部轿车在路间起火燃烧 火线沿车道扩散开来 越烧越大 民众募警吓坏了 消防则赶告场拉水线灌咒 一度全线车道封闭 轿车烧得焦黑 索性车内五人第一时间跳车逃生 实在命大 记者程顺玮丽世新王沙涵 张华台中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